家里的面粉不要只会用来蒸馒头了 试试这个小油饼吧 不用揉面也不用擀面 筷子搅一搅出锅 全家人都喜欢 500克面粉里放10克盐 5克酵母粉 表皮酥脆的关键 就是放一包脆皮油条粉 这一包啊 能做一斤面粉 炸油条 炸油饼都好吃 再加一个鸡蛋 350克温水 搅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 饧发到体积变成两倍大 然后加一把翠绿的小葱花 搅匀以后再松弛10分钟 面团饧好后手上抹点油 直接就一块撑开 5成油温下锅 两面炸至金黄 刚出锅时啊 又酥又脆 即使放凉了 也是鲜卵好吃的 家里有面粉的朋友 一定要试着做一下